人气话题来关心 近年来游轮市场蓬勃发展 但引发的消费纠纷也不少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行政院消保处首度公布 要将游轮旅游也纳入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 未来只要是标榜游轮团体旅游 旅行社得全程派领队陪同 如果旅游广告标榜保证出团 无论人数的多寡都得出团 否则就会吃上罚款 预计在明年1月中旬正式上路 在甲板散步欣赏海洋美景 悠闲慢活脚步让游轮旅游越来越夯 不过受到天后等因素影响 游轮旅游纠纷层出不穷 现在行政院消保处也首度公布 游轮旅游的新规范 团体旅游的行程的话 我们这次法规中特别强调 必须要指派合格的领队 全程的跟我们的团体的旅客 全程的随同 搭游轮风险大行政院消保处表示 未来旅行社推出了游轮行中 得明确记载是团体旅游 还是个人出团 如果是团体旅游 旅行社得全程指派一名领队陪同 而且在邮轮广告DM中 如果旅行社有标榜保证出团 却没明确记载出团人数 无论人数多寡都得保证出团 不过消保处也提醒民众 由于邮轮规范是采用国际邮轮的规定 消费者必须尊重船长有绝对指挥权 也就是万一海巷等天后因素不佳 船长可以临时变更抵达时间或出游地点 民众如果想为旅游多天保障 建议投保游轮旅游不变险 我们就特别要求说 一定要把游轮的这些保险的内容纳进来 这就是一个风险的分散 新政策预计明年元月中旬上路 未来如果有旅游业不符规定 主管机关会命令限期改正 如果限期不改 可以除3万以上30万元以下罚还 只是游轮团体旅游 未来得指派领队全程跟团 延伸出的费用会不会转嫁到团费上 也令人关注 记者纵不倒